大家好,又在柯凡介紹美食時 今天去哪裏?大埔區街市及熟食中心,前面已經是熟食中心 今天我們去做甚麼?當然又來吃海鮮 今天想來這裏加工,去街市買東西吃 今天來到大埔區,我也想看看它的加工和海鮮可不可以 事不宜遲,先進去,要做些安心出行的事 進去再和大家慢慢談,然後就先來大埔熟食中心 首先要問一下還有沒有加工? 因為現在下午3時3時,如果有加工我們才去買菜 如果沒有加工就不賣了,上來都很清淨 先看一看,多多多都有歡迎來聊加工 都見很多很多,多多多圈先看一看 看完去哪一間再和大家慢慢談 好,最後我們決定來到這間超級海鮮小菜 因為時間都正確,現在4時 因為我們進來路程都比較遠,時間會比較長 底下買了海鮮很多,買了5樣東西 總共我已經買了1600元 這裏就是加工的價錢 白鳥清精60元起,果皮蒜蓉65元起 椒鹽70元起 另外我還有一隻龍蝦,叫牠上湯做 可能價錢有些不同 另外還有一些小菜,還有很多東西有雞 那我最吸引見到的是什麼呢? 牠竟然有蛇宴 當然現在我不會吃蛇宴 人也不夠 多數這些,我想一圍的了 但是問題是等遲些 限聚令完 可以有夜市和多些人吃 那我才決定這個蛇宴 其實現在都沒有什麼天氣,吃什麼的了 我們先等一些食物來 食物來到再和大家慢慢談 這碟是蒜蓉粉絲蒸扇貝 兩隻,價錢75元 剛巧店員幫我們選了一公一拿 上次我們在日星的影片提過 公圍著扇貝肉半圓形的物體 這碟就會呈現奶白色 那碟就會呈現橙色 但是其實兩者的味道都不會太大分別 另外今天的蒜蓉和粉絲 調配得剛剛好 它放的份量不會太多,不會太腸味 蔥粒也放得適量 另外其實它有放一點自天椒 所以整體上的味道是很匹配 淋了一些醬油和熟油 放過蒜蓉粉絲和扇貝上面 吃起來就不會那麼乾身 有滑口的感覺 還有很香,味道很濃 今天選擇的扇貝就是最大體積的那隻 80元一斤 剛剛兩隻合起來就是75元 是由店員幫我們選擇的 就不是自己選擇 現在我吃了半隻 味道都很鮮甜 師傅蒸出來是剛剛離殼的 其實我現在是要用力剷它才能動 就不是自動脫離那種 所以吃起來就會覺得特別鮮嫩 不會有粗口黏牙的感覺 非常之好,值得一讚 這個南非鮑魚 220元一斤 我們要了四隻 當然不夠一斤 這裡是155元而已 這個鮑魚夠厚 你看看,咬開了也很厚很厚 當然別人用果皮蒸 很少用南非鮑 多數用狗控包來蒸 但我們喜歡南非鮑的口感 因為口感會比較彈牙 狗控包那種會比較咬下去 有些軟身一點 咬口是沒有那麼好 我們就是喜歡它這樣 很多時候外面叫南非鮑 它會怎樣呢 又說幫我蓋了它 切片 我就不喜歡 就算我打火鍋也好 外面叫南非鮑 原隻相片 不需要撬開它 就這樣清洗面子就可以了 我是喜歡這樣吃的 可能各人口味有不同 我就喜歡這隻口感 另外它用果皮蒸 果皮的味道也不錯 不會完全沒有味 果皮的味道不是太重 變成不會有些很苦的味道 有些果皮是漂亮 但漂亮得來是苦 為甚麼呢 它放得太多下去了 因為味道太重 變成它會奪了海鮮的鮮味 變成不太好吃 這個味道就剛剛好 還有它蒸的時間也欺負到好處 說真的 南非鮑蒸的龍是不怕的 因為蒸多久也好 它的煙韌度都還在 但九孔包不行了 真的要看時間 一過了龍 它就會再煤一點 就不會不好吃 這就是九孔包和南非鮑的分別 今次這個也蒸得不錯 挺好吃 加工我當然完全甚麼都不知道 這個就真的要我們最後買單 先告訴大家 看看加工費是多少 這條是清蒸花櫻斑 價錢是800元 它就告訴我們是380元一斤 大概這一條是兩斤一兩 鬆一點 其實它是八百零幾元 它算我們800元 我們都是用清蒸的方法來做 這個蒸魚的師傅真是做得很好 它在未蒸熟完整條魚之前 它就好像人家平時國家的新聞報道員 有海嘯警報 它會一早告訴我們 它特意走出來說 你那條魚是沙皮的 是嗎 是啊 我也有一個突 其實你說出街吃兩次蒸東西 竟然兩次都是沙皮 真是千年難得一見 當然這個沙皮 當然是沒有上次那條那麼厲害 這裡有老婆再繼續說 拿到上桌的時候 我就是面向肚子那邊 老公就是面向背部位那邊 所以我就看到有沙皮的感覺 因為肚子裡面的肉 它完全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就知道它是沙皮 另外配上去 它也有一點爽口彈牙的感覺 皮 但是沒有上次那條油橙斑那麼厲害 肉質是鮮嫩滑厚 有一點點像燕尾星 如果你有吃過的話 肉質好像蟹一樣 一梳一梳一梳 大家看到嗎 全部一梳一梳一梳 它是爽得來 是比較嫩滑的感覺 上次油橙斑 爽得來是爽口的感覺 沒有那麼滑 但是軟味有橙斑濃 這個濃得來是比油橙斑 這個味道比較淡 沒有油橙斑 是很濃的 但這個肉質比較好吃 沒有上次那條那麼硬 可能那條很深水下 沙皮比較強 這個沒有那麼強 變成肉質比較嫩滑 好吃 其實吃下去的口感 有一點像我們想買的瓜子斑 它是滑得來是一梳一梳的 其實如果一般喜歡吃嫩滑魚的人 那這個海魚 花英斑真的適合它 還要配合到有沙皮這麼難得 幸好這個沙皮就不是很難撬得開 可能要找那些不鏽鋼匙根 或者用小刀來跟它開封 如果不是其實只用筷子 上次那條油橙斑也有些困難 今天吃到這條魚 我要賺一賺它 那個蒸的功夫 其實師傅也有少少懷疑自己 可不可以蒸得透 他說我先蒸了給你 你照吃 如果真的吃到深的位置 不夠透切 可能差一點 你就叫我再和你翻蒸 不過面頭那些已經熟了的位置 你不如先吃了 這樣就會好吃一點 是嗎 是啊 他對自己也沒有什麼大信心 但是蒸完出來 你也看到了 裡面真的熟了 不會說真的還是生 其實已經掌握過時間 真的很好 因為他說他自己本人 是很少蒸這麼大條 還要是沙皮的魚 可想而知 沙皮的魚是多難得預見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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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喜歡吃 我們喜歡吃 可以 麻煩 那些魚不要攜著 可以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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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 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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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湯 上湯 麻煩 師傅也特意過來 看看這條魚 是不是真的透切了 蒸得 現在我們搭了他說可以 他就很放心 可以進去再做其他幾個味道 另外 要讚一下 他 蔥段也下了很多 我們吃了很多 還有很多 另外 蒸魚豉油 他就不同我們一般買到的甜甜的口味 而他的口味是怎樣 由我老公說一下 他的味道很有趣 清常的甜醬油是比較甜的 他有一點點 拌了一些香香的 類似拌了一些豬油的東西 但不是豬油 應該是一些油香味的東西 或者某一種豉油的味道 導致豉油有點怪怪的 我不懂形容給你們聽 因為平時的豉油是甜點的 但這是比較香的 但那種香味 又不是蒜蓉那種香味 但他比較鹹一點 因為他的甜醬油 是比較偏鹹一點點的 就不是偏甜那邊的 另外有一種香味 很獨特的 但配起這條魚來 你又不要說 有多好吃 所以這條魚真的值得一讚 很吸引 拿上桌的時候 當然是熱辣辣 我們現在趕了一會 還有些煙在這裡 那我們繼續吃 這是上湯龍蝦衣麵底 這是南澳籠 斷隻賣 380元 這隻龍蝦 有很多肉 你看看 哇 不得了 你看看 全部肉都很大粒 很大牙 你看看 哇 狗狗也很厲害 另外它的衣麵 也錄得很好 衣麵是爽身的 不會發脹 老婆夾給大家看看 看到嗎 麵全部沒有發脹 所以真的不錯 另外這個上湯 它的味道真的差一點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沒有放到洋蔥粒 薑粒 但是它也有些薑片 薑片的份量不多 一片 還有些辣椒粒 所以這個也挺野味 挺香口 因為辣椒粒不放太多 就不會變成這個辣味 它做這個上湯 就比較差一點 那些味道很古 味道好像很單調 沒有多層次感在裡面 變成這個 因為師傅說 應該芝士味會比較好吃 但我們就不太喜歡吃芝士 師傅也有介紹一件事 就是蒜蓉粉絲蒸 他說很多人叫來吃 不過當然龍蝦不是那麼大隻 要小隻 他說十多兩左右 開邊蒸很好吃 他說叫我下次再來試一下 這個我感覺上 在我來說 這裏就順色一點 覺得沒那麼好 這隻龍蝦是有高的 老婆特意給大家看看 所以這隻龍蝦不是差 不過問題 做完出來 味道就變得差一點 感覺上去到這一道菜 我覺得好像跌了少許鍋 就沒那麼好 不是說差 也好吃 這碟是白灼花竹蝦仔 一斤是180元 我們剛剛就是買了180元 其實剩的時候是180多元 不過可能計算水 他就計算我180元 師傅搶的時間 真的拿捏得非常好 吃下去不會覺得過熟 是剛剛好 剝了那些蝦肉 是爽口彈牙有鮮味 鮮嫩無比 還有蝦的爽彈程度 比起我上次吃的赤米 或者平時吃的九折蝦 其他更爽彈 另外它的甜度 都比赤米多一點 另外它奉上一個辣椒豉油 給我們 有蔥放在這裡 味道也不算太辣 有些香味和辣味 老公也能吃到 這個就是我家常常做來吃的 就是有蔥有辣椒 還有下醬油 變成這個香味 會比較就這樣下辣椒和醬油 好很多 因為多了蔥的香味 所以真的不錯 在老公說的期間 我剝了一隻給你們看 肉質就是亮亮亮 好鮮嫩 好雪白 非常之欣賞 拿到上桌面 我其實現在撕的時候 都是熱辣辣的 因為師傅也是剛剛拿上來 沒多久 真的非常好吃 甜度和彈牙程度 真是一流 先說完最後總食評 今天這間超忌海鮮小菜 其實食物都做得不錯 但是師傅會比較傳統 沒有日星 創新的菜式會比較多 今天講講他煮出來的食物 以及我們在街市買的材料 街市很夠大 材料都真的很多元化 也價錢不是太貴 是條魚就會比較貴 因為我們那條花鷹斑 會比較貴 因為這些會比較少 這條魚就佔了價錢的很大部分 其餘所有食材都很平均 和一般市價差不多 而且最近龍蝦都當做 很便宜 我那隻龍蝦三百多元很大 而且全部淡淡肉 真的很好吃 講回這條加工 這條加工的價錢其實也不是太貴 只是龍蝦會比較貴一點 相對在這裏吃東西加工 我會覺得比較方便些 容易些 路程當然是遠 但為何會方便 因為下面有個大街市 裏面有很多海鮮檔 你想怎樣賣都可以 和日星比 那裏旺角的街市就比較少賣 就要去到紅磡 或者去到某些地方買過來 你才會覺得值得 而且這裏的湯魚 我覺得它有點像 普通湯條魚或者鰻魚 裏面的內在全部和你飛去 這次魚的肝和扣 全都沒有了 不同 我去紅磡買 因為牠們會真的和我劏回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各有各好的 其實所有事情就是 每一道做事的手法有不同 不可以說有一個很完美的組合 如果要很完美 其實我們會很辛苦 走很多街市 又要坐車去這裏吃 又要這裏煮甚麼好 有時要想那麼多東西 會比較有頭痛 我也給大家參考 即是我們吃那麼多東西 讓大家知道 牠有甚麼做得好 甚麼做得不好 今天其實這條魚我真的很開心 為甚麼呢 兩次都吃到沙皮 我一開始就說了 這是很難得的 其餘的東西 譬如蒸野 這裏煮蝦的功夫都不錯 唯一龍蝦就覺得上湯有一點點味 在我來說就淡口一點 因為我們應該說 我比較喜歡吃松口味一點 其餘的東西 等老婆說一說 我都不要說了那麼多東西了 好 今天只有五樣 逐樣說 首先是扇貝 扇貝我覺得師傅的功架做得不錯 蒜蓉、蔥真的落得剛剛好 粉絲的濕潤度比日升更加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蘸油和淋醬油的技巧 剛剛好就是淋在那兩隻扇貝上面 所以會做到一些料頭和粉絲 加上扇貝很濕潤 做起來就特別好吃 還有其實它也有金銀蒜 但是那個金銀蒜的味道 真的調教得很匹配 不會說某一樣東西多得太搶過龍 那個扇貝的鮮味很突出 第二就是鮑魚 鮑魚一向我們都喜歡吃南非鮑 今天又選擇了幾厚的南非鮑 加上果皮的味道 又不是太過甘 對於我來說是甘的 對於老公來說是苦味的 所以整體來說 蒸起來再加上醬油就很好吃 接著就是條魚 條花鷹斑 真是想不到又是沙皮 還有我們終於後來找到的醬油是什麼味道 它是加了果皮的醬油 即是剛才我們吃蒸鮑魚的醬油的味道 你同意是那種味道 其實同意的 我猜它可能醬油是把那些多餘的醬油流到那裡 這樣便會有果皮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就有另一股香味 我們後來再加上鮑魚的醬油再試 那個魚的醬油是一模一樣的 魚又選擇得好 首先蒸的技巧也做得好 加上蔥段各樣配合真的很好吃 油脂香和魚的味道 亂滑口感一流 至於龍蝦真的淡淡肉 嘩!吃到我嘴唸唸唸 像我上次在倒香吃那種口味 它是放得一樣半樣料頭 或者甚至有些地方是不放 我就覺得沒那麼好吃 如果它的料頭是有放薑粒、蒜蓉、乾蔥頭加上洋蔥 這四大類隨便放兩三類 我都覺得很好 有些人最後來會灑蔥粒 如果這裡沒有也沒辦法 唯獨是薑片和一粒我找到的紫天椒 這件事我就覺得比較神奇一點 雖然它的上湯也有味道 不是沒有味道 但是幸好龍蝦救了這碟食物 不少分數 因為龍蝦真的很彈牙 很鮮甜、很好吃 南澳龍蝦真是頂嘩嘩 還有這個街市買南澳龍蝦是很多很多的 檔檔都不同價錢的 如果進來買的話 你們真的要看真 有些是斷根呈、有些是斷隻買 有些是大一點、有些是小一點 有什麼都有的 你們要看真價錢 另外最後就是白灼花竹蝦 白灼花竹蝦 真的很鮮甜、彈牙、爽口 全部集於一身 加上豉油調校得很好吃 又不會過辣 老公也吃到舔舔舔舔舔舔 比較嫩滑 因為沒有那麼糟糕 所以咬下去比較嫩 所以真的挺好吃 而且蝦都很大 最後來我老公吃這麼少蝦 到今天都肯吃這麼多 還有現在這個季節 是花竹蝦開始有得買 是很適合吃的時候 即是不時不食 今天就可以買到花竹蝦 其實只有一兩檔開始有貨買 其他那些都是見到 是基維蝦、九折蝦、居多 今天見到一兩檔有花竹蝦 我們都急不及待去買 雖然價錢一向是比較貴 它也是百多元一斤 即使平時也是 所以今天買到也很開心 這個師傅吃起來 有點家庭感覺 像媽媽煮 日升師傅 像大排檔感覺 看看你們喜歡哪一樣 我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 那我講講 今天買料是1590元 差不多1600元 製作的那裏是697元 差不多700元 差不多2300元 如果回到日升來說 日升那裏是2000多元 尤其是2200多元 但那裏我可以買7樣東西 製作8個菜 另外它的東西比較特色 兩體 始終兩邊不可以這樣相比 近大埔的人 我相信在大埔買菜都知道 街市的價錢是多少 上面加工是唯一隻龍蝦貴了 如果不是龍蝦和條魚貴了 其實價錢也不會這麼貴 大家衡量一下 看看哪裏會比較便宜 好吃一點 大家喜歡哪裏的做法 今天我就講到這裏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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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